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高高低低的 无论你是老板,你是学生,或者你是打工也好 你都会遇到很多人生好不疑义的事 我记得2008年对于我来说是很不信的 为什么呢?因为2008年是全球的金融海啸 当时我公司主要是做舞台剧的事业 我在想如果当整个金融危机来到香港的时候 还会哪里有人买票来看我的戏呢? 所以当时真的很害怕 所以恐惧是我当时一定要面对的问题 恐惧这件事实在太真实了 我记得当时我最大的恐惧就是 出不了粮给我几十个工作室 要交租 接下来我的戏有没有人买票 而且我很快会倒闭 那时候真的害怕得很厉害 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做《男人之苦》的第159场 那戏就讲了怎样要香港人自强不息 于是我就苦恼了一整晚 即是一晚而已 我只想了一整晚我是没有睡过觉的 我记得第二天起床我就跟自己说 我要活出我自己的本色 我的本色是什么呢? 就是P.I.P. Pleasure Imagination 和Play 我是要带快乐给香港人的嘛 于是我就想到一条好适合 这条好适合就叫做Cheer You Up 这个Cheer You Up的campaign 其实就是要鼓励香港人用正能量 去面对那些难题和恐惧 我就去大学那里做免费讲座 又做一些免费的舞台剧给观众看 又主动去电台的电视台 说免费跟他们做节目 还有我主动去和一个服装品牌 不如我们印一些T恤去鼓励香港人 让他们多一些静能量 很开心,有很多名人支持我 最初打算印3万件T恤 做一个月的campaign就完了 谁知道往后那几个月 全球卖了100万件 很开心 这个Cheer You Up的campaign 让我看到一件事很好 就是原来我的创意 就不是直接在舞台剧那里 原来我可以发展很多不同的领域 所以我要很感谢fear,即恐惧 因为它教了我 如何去看什么叫做转变 因为在转变里面 我才可以离开我的comfort zone 即是我的安全地带 我才可以看到更多自己的可能性 有很多人很怕转变 因为怕如果转不到会怎么样 会死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死是一次的 怕死是一生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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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